KT叔叔個人認為 一隻公仔 這個樣子 真的是基本的水準啊 拜託萬代 麻煩以後都至少要這個水準以上 齁齁 歡迎來看 KT叔叔公仔開箱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這一隻 最新的萬代七龍珠預購景品 G-Materia 特效件系列的嘴砲娜帕 G-Materia 系列我覺得算是 這幾個月以來 萬代的景品裡面算是比較受歡迎的 大家也都知道嘛 最近萬代的景品塗裝越來越偷懶 反而像G-Materia 特效件系列的設計 比較別出心裁一點 大家反而有收藏的慾望 那這一隻聽說做工還不錯 很多人很期待 廢話不多說 馬上就為大家開箱囉 Let's go 跟之前的利克姆一樣 有一個底台 然後公仔本體 頭雕跟特效件做在一起 趕快來拆一拆 讓大家看看 它就是這樣子 三件一組 那我知道可能有些人會說 KD叔叔你之前不是都會泡這種卡榫做在腳底 為什麼這次就不泡了 那是因為這一隻納帕 它的姿勢是這樣子有點踮腳的 所以它必須要靠這樣子底座上 然後做這樣子的踮腳的姿勢 來製造出它這個發射嘴砲的動作 可以更生動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無可厚非啦 馬上給它組起來 讚喔 讚喔 我覺得蠻讚的 好喔 來帶大家看看 仔細的看一下 這一隻做工到底怎麼樣 簡單來講 我覺得刻畫非常的滿 非常的足 帶大家看一下 各個部位的做工到底是如何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頭雕 哇 這個表情 超級無敵霹靂還原啦 發射這個嘴砲的時候 非常用力的樣子 大家看得出來嗎 它的眼睛都冒出血絲了 喔 超級還原的對不對 而且其實這樣子拉近一看 大家有發現 非常多細節的刻畫 我覺得相當的讚 那它的塗裝其實真的就是 微微的啦 些微的塗一下 有一點點 很細微啦 那蠻妙的 這一隻因為發射嘴砲的關係 直接把特效件裝在上面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組裝 這樣蠻不錯的 非常的省事 大家看一下這個頭啊 有沒有發現 它的腦門啊 也是有非常多細膩的刻畫 哇 真的是做得超讚的耶 你看整個脖子也是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它整個 肩膀 延伸到背部 戰損刻畫 非常的足啊 戴著很多冒青筋的感覺 然後在一些肌肉 某些局部 有稍微上一點點塗裝 哇 終於啦 果然G-Material 還是有稍微用心一點啦 我們看一下 手部的這個護具上 也是一樣 刻畫超級無敵 劈膩細膩的耶 有些微的益漆啦 不過我倒覺得還好 因為這些小部分的益漆 正好是在護具上 反而增加一種戰損感 這樣 也是不錯啦 大家看這個握拳 哇 這個拳頭 非常的讚 但是呢 又有一點點的益漆了 不過我真的覺得 益漆好像不要在臉上 都算還可以接受啦 哇 你看 連他的這個 像泳褲一樣的 三角褲 也是有刻畫 非常的讚 非常的讚 你看 哇 這個 哇 尾巴 也做得非常的還原 哇 你看連他的腰間 都有刻畫 所以他刻畫不是隨便給你刻個兩下 他是很認真在刻的 大家都知道 納帕出現這個形態的時候 已經打到一個爆炸 所以你身上有這麼多的戰損刻畫 我覺得是相當的還原啦 那剛剛說的就是這個 他必須要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製造出 他整個人有稍微往前傾的感覺 這樣子才對位啦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看這個鞋子 一樣 哇 我覺得這個鞋子跟手的刻畫 相當的到位 但我覺得我這一隻 他在一些鞋子和手的護具上 這個邊緣的白色益漆 算是有點嚴重啦 不過幸好 臉上是沒有什麼益漆的 益漆就是最怕發生在臉部了 那會直接完蛋 OK 我覺得這一隻 GMATERIA特效件系列的 哪怕 可以說是給過的 不曉得大家覺得怎麼樣 可以在底下留言發表你的看法喔 這隻 這隻GMATERIA特效件系列最新推出的嘴炮那怕 我知道先前就已經有很多人很關注他 原因就是因為他是比較知名的原刑師所做的啦 那坦白講 KSU個人認為 一隻公仔 這個樣子 真的是基本的水準啊對不對 大家認同我這句話嗎 我覺得這是基本的水準啊 認同在下面打的認同喔 真的啦 我覺得之前那個賽亞人之前那個真是太誇張了 這真的才是基本該有的樣子啊 拜託萬代 這個真的是基本的 麻煩以後都至少要這個水準以上 先前有一隻 一樣是GMATERIA嘴炮的利克姆 本來是想說拿出來做個對比啊 但是那隻KT叔叔已經 送給我的頻道會員了 所以就沒得對比了 喔對沒有錯 加入KT叔叔的頻道會員 就是這麼的棒 就是會有不定時的好康回饋來贈送給大家啦 那所以呢 加入KT叔叔的頻道會員 贊助KT叔叔 支持KT叔叔 製作更多七龍豬公仔相關的影片了 謝謝大家 也可以使用影片下方的超級感謝功能 給KT叔叔一次性的贊助 KT叔叔超級感謝你的 喜歡我的影片啊 別忘了按讚訂閱 分享給你身邊所有喜歡七龍豬的朋友們 讓我們知道有一個專門在做七龍豬公仔相關影片的頻道 叫做KT叔叔公仔開箱 謝謝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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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